梅总 小翠 你还真来了 不光我来了 车也给你开来了 不 不着急 这车是后驱的 刹车的时候带点劲啊 要不容易掉屁一个 梅总 瘟儿 马马亚 尔队 加油 尔队 尔队 加油 加油 怎么样 梅总 爽 这车 花你爸不少钱吧 我爸讲话了 钱揣在裤兜里就是纸 花出现在才叫钱 并且这钱怎么花 还是门学位 梅总 您看我这辆跑车 看上去很名贵是吧 我不说你肯定不知道 都是我租的 租的 不是 你这富二代 还有租车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种跑车很多人买得起 现在讲究的是换这样开 但您换这样的买 这事就太奢侈了 不划算 梅总 我给您算一笔账 这么一台跑车 三百万左右 我开的一年然后卖掉 顶多能卖个二百万 里外里赔了小一百万 而这台跑车 你要租的都花 每天三千块 一年满打满算 开的八个月 你算多少钱 并且您可以换这样的租 保养和保险的钱 还不用你交 你说何破事 何事啊 梅科您看 租车这事跟采购产品 从道理上说差不多 就比如你们一直跟惠康合作 您已经习惯了 对他们产品架构的缺陷 也有了包容性 这个时候您换一家公司合作 提出新的想法 一定会给您带来新的惊喜 那你们杰克能给我什么惊喜呢 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且包您满意 那走吧 去我办公室谈 没错你知道吗 这个跑车跟你的性格都有关系 是吗 比如你今天要出去谈项目 挑什么颜色呢 我特意选择黄色的 因为它代表着任性 另类 它配得上 跟您性格特别搭 梅总 我是惠康骆总的助理 我叫孔乐乐 这是骆总让我带给您的 回去谢谢你们骆总 我这儿还有客人 改天再说 啊 梅总的贿赂女 惠康还玩三班府这套 把我尊贵的梅总当怎么了 做生意跟玩游戏一样 人不对就是浪费时间 你确定是杰克的人 确定 那你回来吧 感谢观看